我們今天來介紹那個太陽星 好 大家好 太陽在古人觀念裡面 它代表的是 因為沒有了陽光 可能倒子就不會生出來了 太陽它所被影射出來的概念 它代表了 其實它所說的就是說 一個群體或者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社會 或是一個家庭 總是會有一個去建構它的 主導的力量 或是那個主導的人 那這個就是太陽的概念 所有的命理學都是這樣子 古人跟你講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他所影射出來的那個含義 其實都是他自己的生活經驗 所累積下來的 慢慢慢慢的就被引申出來 它就對應了他生命的事情 這個就是為什麼太陽被稱為是 父親的星耀 或是男人的星耀 古人在觀察環境的時候覺得說 太陽的日出日落 然後太陽的變化 它就去主導了萬物的生長 主導了自然界的很多的事情 所以太陽其實它代表的概念 是主導的概念 什麼事情是可以被你自己所主導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跟它定規則 你可以覺得你應該要怎麼樣 太陽也會被人家說為是 就照顧的意思 照顧你如果過了頭 就會變成是控管你 也就是說大家會分不太清楚說 那它跟天府的那個掌控有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天府是地心 它花氣為圈 它要掌控你 然後你所要掌握的 那它有什麼差別 它差別在於說 天府的概念是我要控制 這個是我要能夠控制的 太陽的概念是 這件事情這個規則是我制定的 要在我的規範之下 你可以把太陽想像成 它是在跟你講說 我們應該要幹嘛幹嘛幹嘛 做什麼事情 希望你可以照著它的意思走 但是天府那個權是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替你安排好 我跟你之間的關係是 我要能夠控制的 天府它單純談的是 我對事情的控制圈 要握在我手上 那太陽講的是 這個東西的規則是我定出來的 所以它的概念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為什麼天府是 畫氣為權 太陽是畫氣為貴 它要的是那個至高無上的那個位置 那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書 它會告訴你說 太陽星在命盤上面 它必須要是萬位的 萬位就是那個 從影、矛、城、四、屋 這都是萬位嘛 到位這邊都是萬位 然後身、有、敘、害、至、醜 這是弱線位 因為這幾個位置 太陽是下山的 很多書會告訴你說 太陽在萬位 因為太陽在萬位的時候 星星是發亮的 然後生命是有旺盛、力量的 所以太陽它的概念 其實是在整個命盤上面的 那個至高的那個位置 事情是要被它所定定 跟那種指揮或天府 它的那個概念會不相同 很多人會有點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要什麼 你就可以去把它想像成說 它當它自己是太陽的時候 它就會希望 它的整個生命 可以站在一個至高的位置上面 比較宏觀的去看這個世界 然後宏觀的去了解這個世界 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太陽是這樣的概念 那相對來講 當太陽星落在12宮的時候 你落在每一個宮位 就表示這個宮位 對於你來講 你是必須要站在一個 比較至高上面的位置 能夠去訂定規則 然後希望這個宮位的一切 照著你的規則在運行 在走的 譬如說太陽在夫妻宮的人 他當然就會覺得說 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像太陽 這當然是有可能 可是他其實那個是 對他自己心情上的一個投射 因為夫妻宮對公平是官入宮 工作上面的內心 會希望自己在工作上面 能夠有一個好的位置 然後能夠有一個主導圈 有的時候 當他做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投射在 他的另一半身上 他覺得我可能做不到 可是我希望我老公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會希望有一個 很MAN的男人 然後是對社會有發源權的 對事情有看法的 當然其實他在感情中間 他自己也是希望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因為情感對他來講 他希望他能夠照著他的意思去做的 官入宮 他當然就希望他的工作上面 能夠讓他自己去站到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很多的事情 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這個很高的位置不見得是說 要去當大官或者什麼 主要的還是在於說 能夠去完成夢想 能夠去照著自己的夢想去走 能夠照著自己對於這個事情的看法去做 如果是在財伯宮 我們常講說太陽會化露 財伯宮化露就表示你有賺錢的能力 但是太陽是一個 重視面子跟重視地位的一顆星耀 所以當太陽星化露在財伯宮的時候 說的好聽一點就是 因名而貴因貴而富 可是說的比較負面一點就是 其實他跟錢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你可能會有一個還不錯的地位 才因此而這個地位而有道歉 那你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間 或者是你在用錢的過程中間 你也比較希望可以 是照著自己的意思跟邏輯去做的 所以太陽在財伯宮的人 他大概就不太喜歡去排隊 即便那個是很有名的名牌包 他也不過想要去排 因為他花錢要花得有位子 這個跟紫薇的那種尊的概念又不太一樣 尊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有人捧著他 他開心就好了 那貴是他要真的擁有那個社會地位 而不是只要有人捧著他而已 他如果是在田宅宮 我們常常看到家有講說 太陽在田宅宮的人 他喜歡住在比較高的樓層 感覺起來陽台打開 他也環顧四周 可以把那個世界看得很清楚 那相對來講 他就是希望他所住的地方 不用是很好的地段 但是不能是低蛙的 要是能夠讓他覺得 這個居住的時候 可以看清楚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會說他會喜歡住在高地 如果是在子女宮 他當然是希望他的孩子 是很不錯的 他孩子聰明的 讓人家覺得說 哇把小孩子教得很好 因為太陽所在的公位就表示 他在那個公位上面 他要能夠展現出 這個位置是我制定出來的規則的 同樣如果在福德宮 實物代表他的靈魂跟精神 潛意識 潛意識是一個太陽 福德宮我們常常會提到說 他代表了一個層面 就是你的社會價值 所以我們才會講說 福德宮有煞忌的人 是諧星 因為他的社會價值跟正常人不一樣 反正好笑的事情 都是我們想不到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福德宮 有煞忌的時候 會是諧星的意思 所以說 如果說你的福德宮是太陽 這種人他通常會有某種正義感 當然在民工也會 某種正義感 他就覺得社會應該是要這樣子 那我覺得 道理應該是要這樣子 他會有某種正義感 同樣的他也不會去賺那種 他覺得不對的錢 如果是在樸翼宮 他當然就希望說 是在朋友群裡面是有發言圈的 然後他也希望他交往的朋友 都是比較正向或正面的人物 但是這邊要談到一點就是 剛剛講的都比較是 太陽在望位的時候 也就是太陽在 銀卯城市位 這幾個位置的時候 太陽是在身有虛害子醜 這些是太陽弱線位 那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去理解 那個太陽望位跟弱線位 他中間這樣子的概念 通常會解釋成說 那弱線他是不是比較沒有那個力量 其實不是 我們剛剛講的 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太陽是一個 希望在自己在一個制高點上面 然後能夠定定規則的人 那望位的時候 他的規則就會定得很清楚 明確然後比較正向 然後比較符合社會期待的價值 比較符合 這個社會上面 大家認同那個價值 那弱線位呢 弱線位其實不是他不願意定規則 或者不是他定規則能力沒有 而是說 當他弱線位的時候 這個他定出來的價值 跟他重視的這個價值跟規則 就沒有那麼像 一般我們要的那種社會規則 他可能就會比較在那種 社會與道德的模糊地帶裡面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太陽所謂的定定規則這件事情 他定的是他自己的規則 所以當太陽在望位的時候 亮的時候 定了規則 他當然就比較偏向整體社會價值 那比較落線的時候 比較陰暗面的時候 他就會定的是他自己內心的那個 我覺得怎麼樣算對就是對了 他就變得比較偏向於他自己的內心價值 而不是社會的規範 那有的時候就會變稱 會在社會上的模糊地帶 譬如說太陽 太陽在這個位置 然後對面是巨門的 這種人被我們常拿起來講說 他很容易變成是民意代表 他太陽在這邊 然後對方是巨門 雖然很會講話 然後內心裡面有社會的道德跟正義 然後這種人 他就有可能會變成是民意代表 那當然你們會覺得說 民意代表很多都很黑暗對不對 這當然也有可能 可是我們先用正面的角度去想 用自己的溝通能力 跟自己的社會的價值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實際上如果太陽在這邊 然後巨門在這裡 這邊我們常看到一下有講說 這個組合是最好的五頁牛郎攀 為什麼用自己的價值關心跟照顧人家 然後到處跟人家溝通巨門在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五頁牛郎基本上跟政客其實差不多 只是一個是在檯面上一個在檯面下 這個就是我們用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來去形容兩個很極端的概念 其實他的骨子裡面背後的價值是相同的 就是我用我自己覺得的事情去照顧你 然後用嘴巴去跟你溝通 比較地下的他可能就當五頁牛郎 那比較正面的他可能就變成是政客 總之太陽代表是我們自己內心 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比較至高無上的看法跟觀念 在那個地方去把規則制定下來 然後希望照著我們的意識走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照顧你 因為那太陽是個批印性的概念 然後看他在哪個工位 那他就用這樣的概念做這樣的事情 謝謝大家 還有,謝謝大家 與我就是感染 Mary 公真 hè 就是 перев著 Govern 是 可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